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九合一大选 民进党有多惨 我们都看到了 蔡英文第一时间 辞去了党主席的职务 不过苏贞昌口头请辞 遭到了未留 好 她说呢 会留下来坚守岗位 好 到底是坚守岗位 还是应事不总呢 中时新闻网就有一份统计 我们带你来看这份统计 上面这个标很高的呢 好 这个题目呢是 你认为苏贞昌该不该下台 95%的民众 在这份民调当中认为呢 苏贞昌应该下台 4.2%的人认为没必要请辞 那很多网友也留言 开始这些都是网友留言 千万别下台 2024下架民进党 就扣你苏贞昌了 继续当把刷仇恨值 干脆继续做 做到老算了 这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看的 很多民意是这么想的 但苏贞昌他会把民意听进去吗 人民的声音对他来说是什么呢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绿营现在呢 自己在抓战犯 连自己人呢 现在也要怎么样 肃清吗 王世坚不留情面 他也开第一枪 他要求苏贞昌要下台 他呛苏贞说 你想赖着也没人赶得走 那王世坚呢 也批评苏贞昌在国会呢 爱耍官威 呛立委 早就失去民心 民进党2022地方大选大败 苏贞昌却留任隔魁 连绿营自家人都不满 王世坚开第一枪毕宫 呼吁民意 调明说苏贞昌该下台 要换就是要一起换 民众期待的是有一番新的气象 王世坚说 若施政一级棒 怎么会从南到北选得如此惨 王世坚还痛批 苏贞昌常在国会呛立委 早就让中间选民很反感 郭哲亮也批评 从没收初选 到坚持提名争议多的林志坚和陈时中 就能看出蔡英文死性不改的个性 甚至自我感觉良好 都已经超过了马英九 而媒体最新民调也显示 高达九成五的民众 认为苏贞昌就是该下台负责 外界不禁好奇 为了苏贞昌 蔡英文到底图什么 蔡英文马上就要面临逼供的挑战 他必须要强拉住苏贞昌 陪他一起抵抗这种势力 跟蔡英文有默契 会当赖清德 因为在党内 蔡英文的头号敌人就是赖清德 苏贞昌当然也有所图 他不会只赶你被利用 他也拼一下 说不定他也想拼2024 不管蔡英文和苏贞昌 是不是彼此的政治服务 得互以共存 百姓只在乎市政不利的快离开 换个真正会打拼的来 记者黄玉均 徐国豪 SNG小组台北报导 旺旺水神抗俊益 他在整个的雾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有蜡漆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漆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咯